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义和含义是什么 不是原话 类似是这样的话 那我自己看过之后呢 那是朋友在Facebook上 一个表达了 而这种表达 其实在我个人看法当中 我觉得是很 就是非常欣慰 我们一直强调跟大家说 在我的眼睛里 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两个 组成部分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肉体 父母给予了我们的肉体 而灵魂 却是永恒的 谁决定了它 我们常说的缘分 而缘分一词 来自于佛家 也就是说 灵魂是看不着的 是父母给予的身体 本身的眼睛 看不到的 但它却是生命中 永恒与真实的 人的肉体必死 就像人开的一辆车一样 而人的灵魂 却是像那个驾车者 车可以走了 但是灵魂却在生命的旅途中 在一站一站的走着 走向哪一站 走向哪个方向 就像这个人在开车的时候 他的喜怒哀乐 他的嗜好 他的缘分 他所遭遇的一切 他的感情的一切 他遇到的人事物 他停车不停车 拐弯不拐弯 还是怎么走 人的生命的过程 就像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他的生命的 他开车的过程 决定了他下一程的方向 而这人不可能 这灵魂不可能 永远怎么走下去啊 他一定有个了断 什么样的了断 在现实的生活中 在今天中 全球范围内留下来的文化 都是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 再往前没了 都是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 无论是两个流域 无论是古埃及 无论是古印度 还是中国的 长江黄河 我们看到的 能够留下的文化 是这个 再往前推 山顶洞人 也是北京人 山顶洞人 对不对 这是进化论说的 这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的 而那个时候的传统文化讲的是神话 对吧 再往前推推 叫古希腊 你就看到都是这些 你就发觉 人起来了 人起空了 跟天上的神有点近了 大家听到的神话故事就是这个 那这块肉起得来吗 这块肉起不来 那什么东西起来了 今天生活在这块肉上 跟这块肉使劲的人 已经理解不了自己的灵魂了 而那个灵魂却能起来 能与那悬在空中的神接触 所以站在肉上的人 说那个东西是迷信 是神话 是迷信 是神话 你爹让你看风神演绎 西游记 你爹绝对不鼓励 你看毛选和三个婊子 人民日报得派发 要求必须定 对不对 风神演绎 你长到那岁数就看 聊斋之意 你拿起来就毒 为什么 那是你人的生命的本来知道的东西不是个东西 绝对不能东西 绝对不能沾身上 但是你知道 水谷传 西游记 甭管怎么神聊 你觉得这有点意思 你别信疼的都是迷信 拿着又看了 你别信疼的都是迷信 你拿着又看了 对不对 你怎么不看那科学发展观呢 什么叫科学发展观啊 对不对 科学都没搞明白 还发展观 你怎么观的 这就是共产党体制之下 骗人的东西 所以我跟大家讲 那个朋友说的那段话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考虑生命的永远 这块肉会死的 那生命的永远是什么 是灵魂 那被谁扼杀了中国人这东西呢 宣传的 搞宣传的就是邪恶 所以今天邪恶的人遭报应 最新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信证券重磅消息 刘乐飞辞去副董事长职务 非常狠 中国文化非常有意思 辞去画俩引号 中信证券公告显示 刘乐飞 那他爹叫刘云山 管宣传的 在下一届中信证券董事会的 候选人的名单当中 没有了 消息称刘乐飞是主动请辞 副董事长的职务的 不过有媒体披露叫 被辞职 甭管被的还是主动的 我跟你讲问题不大 问什么叫问题不大 在这看景上 在谣言四起说刘乐飞已经被限制出境 谣言四起说刘云山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检讨自己的毛病的时候 在下一届中信证券的董事会的名单当中 咔嚓没他了 这就是问题了 这就是问题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想想周公康是怎么死的 儿子 先是儿子 想想这个郭伯雄 郭伯雄那更损 把儿子先往上提一把 然后再摔一把 给刘乐飞开会的人说你写个辞职吧 给你个面子 现在给你面子 你主动辞职 好 对不对 刘乐飞到那份上 对对主动 我跟你说谁到那份上都那样 这就是共产党的厉害 你看他整别人的时候也这套 周永康整别人的时候一整一个准 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被整的时候也一整一个准 共产党死在共产党的自己的整个制度下 他不玩死他 对不起他 另外一个消息 自由亚洲电台的 军方要求军官不得对军改乱发议论 一手是金融 一手是军队 所以金融我说开膛破斧 那军队呢 他不是开膛破斧 他拿起碾的整个把原来都给碾了 一点汁都没留 文章提到说 军队报纸最近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警告说军队在改革上存在反对意见 并有对大批军人失业的担忧 那负责意识形态和保证军队 忠诚的总政治部 7号在解放军报头版 发表评论说中国军改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军队领导干部是否站在前面引导改革并树立良好的榜样 我早跟大家说过军改真正被打的是中将上将 少将一部分 孝极军官没资格 对不对 所以有抵触情绪是谁 也是你高级军官 其实是这意思 对不对 那文章他采访了一个人是美国民间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成斌 他说首先我们不完全清楚军改的详细内容 根本没有 他说据说12月中旬才会有这东西 而军队从军区从7个减成5个4个 他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军队改革是否会设立太空部队 或者是否设立网络攻击部队 我觉得这就是根本就没冒着边儿 在我认为眼睛里 这还旧事论事的 根本军改不是旧事论事 军改就是杀当官的 其他都是假的 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到说 军改的真正目的是要更加的向美式军队靠拢 这将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军官被迫提前退休 文工团司机等等这些辅助的机关都将被撤掉 那就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真正打的是那个 他军队改制打的是官 不是兵 ISIS成为了世界反恐当中的今天大家所有瞩目的 结果ISIS在昨天前天竟然在网上推出了一个宣传歌是中文的 太阳报这么讲的 说ISIS推出中文歌《招募将读》 他讲ISIS日前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列为袭击目标 前日更发动了宣传攻势 首次发布了普通话的圣战歌 相信是企图吸引更多的能讲华语的 而对他们崇拜的这些人 我个人觉得这都不好评论了 你说怎么评论 人家来了 他真来了 他目标就是这个 杀掉别人 使得自己能够成功 那杀掉别人 使得自己成功 怎么听着都像共产党 怎么听着都是共产党 对不对 共产党道理也很简单 不管杀别人还杀自个儿 那ISIS有极其类似的 极其类似的做法 它内在的品质非常相通 那今天ISIS来到了 在宣传公式上 来到了中国大陆 那洗脑宣传的鼻祖 就是共产党啊 那今天 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场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